搜狐时尚的网友们 你们好 我是许卫舟 对 我对今天的这个拍摄 因为主题是这个棉质 然后呢 所以我觉得特别自然 特别清新 特别环保 特别有意义 我自己平时就是平时打扮的 是我自己自己打扮的 就是一般出席活动啊 或者是拍摄什么东西呢 基本都是stylist 会去帮助我去挑选这些衣服 对 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时尚的 然后休闲的 穿起来比较舒适 比较轻便的衣服 其实我觉得时尚 就我个人认为啊 其实是简约 简约美嘛 就是大家常常说到 我觉得时尚对于我来说就是 简单 很多简单的东西其实都特别时尚 今天搭配也是我自己挺喜欢的啊 就是比较白色 你看 比较素 然后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出彩的元素 就不显得单调 嗯 身材啊 其实我会就是在抽空的时候 然后抽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每天去锻炼一下 做一些就是亚铃上面的器械啊 然后会去 可能会有空的时候去跑跑步 其实做那个 就最简单的啊 那些动作 比方说俯卧撑 还有那个引起向上 都是特别那个有成效的 就坚持 一天就多做几组 因为这个比方说一向上 他不光是能练到手臂力量 还能练到肩 然后练到背 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动作吧 吃上面我现在是多吃一点 因为工作的缘故嘛 比较忙 然后就是饮食啊 上面就会不太规律 所以呢 我就是能吃的时候多吃一点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一些比较甜 甜口的食物 我对我五肝最自信的就是鼻子吧 鼻子 我皮肤状态其实还行嘛 平时的话就多休息 多睡睡觉 然后让皮肤能够多去修整一下 护肤的话 其实每个人要 不是分男生和女生 其实要对每个人的肤质 然后去考量 因为每个人的肤质都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是干性的皮肤 有的人可能是油性的皮肤 像我这种就是混合性的 然后又是特别敏感的皮肤 所以就是尽量就 其实少涂些东西 然后多多保湿啊什么的 其实我反对个人感觉挺有用的 嗯 敷面膜啊 我个人会选择那些就是 去痘儿面膜 其实我也有啊 我这个 因为工作的原因嘛 然后饮食上面的这个习惯 然后就所以就脸上容易会长些痘痘 其实我的皮肤就我刚才也说了 是混合性皮肤 然后夏季的话 就梯子去可能会出油会比较厉害 嗯 我就会可能用这种洗油纸啊 洗洗油什么的 都有都有啊 就朋友有时候推荐些好的我也会去尝试嘛 然后自己有时候看到些好的我也会去 会去用 我是学表演出身的 然后这个舞蹈啊 是从小一个兴趣爱好 拉丁舞学了十年 拜我的老妈所赐 她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然后劝我去学这个拉丁舞嘛 然后我也坚持到高中 后来因为学业的缘故 所以就没有继续跳下去 现在呢也是作为自己的一个特长 然后也兴趣爱好 多喜欢 演员能够就是在进出前面那种掌控的感觉 然后歌手呢 能是在舞台上面去和自己和那个粉丝们就直观的去交流 然后展示自己 我觉得各有千秋吧 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在演员歌手这两个方面上全面发展 影视上面呢 会是在就是这个阶段先忙完之后 然后会去慢慢的去谈 然后现在也是嘛 也是有这个喜约 所以也去称赚一些 毕竟是自己要接的第二部戏嘛 其实每个人都喜欢自由 都喜欢去玩 都喜欢想去有时间就去旅行 但是迫于这个工作的这个缘故啊 就是能休息的时候多休息休息 然后对于我来说能休息的时候就多回归家 多陪陪爸妈 那我就是最近呢一直在忙这个音乐上面的事情 然后呢上周刚办完深圳的演唱会 然后会在25号 这个月25号呢去办我的第四场亚洲巡演 太过长 最近呢就是会把这个演唱会先全心全意的先去做好 觉得特别荣幸 特别开心 能去在这个动画电影里面尝试这个配音 我也是特别高兴啊 能在这个制作周期这么长的一部电影 赶在末尾 然后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觉得是一份挑战嘛 也是对自己一个突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见 当时李飞个人以传播 SPOON 各个字不要再说 施